不仅2024世界棒球12强赛的基站 燃起了全民棒球魂 全台最大烘焙动态竞赛 烘焙王面包大赛 继世界面包大赛台湾选拔 也以运动为主题 参赛者做出了棒球打击手 直标枪或空中滑板等艺术面包 展现热血的体育魂 今年的赛制也迎合健康的趋势 指定超鲜专用粉原料 打造出高鲜营养的烘焙作品 年轻辛睿烘焙师挑战夺冠老匠 宛如是台版的黑白大厨 很想要拿冠军啊 世界棒球12强赛正热血激战中 烘焙大师张世斌也将棒球魂化作艺术面包 和辛睿烘焙师们上演台版黑白大厨 四强对决2024烘焙王面包大赛 继世界面包大赛台湾选拔赛 每位选手各搭档一位学生助手 现实内完成19款共上百个面包 包括一座高度至少80公分的立体艺术面包 经过8.5小时激烈竞技 总决赛结果终于揭晓 因为我小时候其实蛮喜欢打篮球的 那我的助手击者他蛮喜欢 做一些滑板极限运动 藉由我们两个的兴趣 来呈现这一座艺术面包 我们的亚军 我设计的题目就是脚踏车 纵使我们现在是在走下坡的时候 脚上这边给他做火焰 就是代表着我们不懈的努力 冠军得主是张舍兵 底部的部分是以垒包去制作的 那我是以棒球的皮 去做一个花的造型这样 一座面包最难画可能就是冷 整座都没有使用开模 我们这个是整座都是去手捏制 最佳营养面包奖则由季军王宗睿 蔡奇则夺下 超鲜专用粉 对那再来就是我使用黑豆 还有加一些核桃啊 还有一些杏仁栗 增加它的香度跟脆度 那我有添加黑白芝麻 也是提升它的风味香气 高鲜粉的话其实它 它的一个粉质更细致 呈现出来的产品 它吃起来的话不像我们以往 会有颗粒感或者是组织比较粗糙 新时代的营养面包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要兼顾的是蛋白质的含量 然后我们要兼顾的是膳食纤维的含量 这个未来它会是大幅度跳动的方式去成长 今年决赛场上草莓芒果 柚子 凤梨 荔枝 百香果 香萌纷纷入列 选手们以果干形式融入作品 创造出独具本土风味的台湾特色面包 不同的一些水果 可能葡萄干 蔓越莓甚至蓝莓 还有用到水蜜桃的茶叶 就是这些的搭配呢 能够让它的一个水蜜桃的香气啊 能够再更明显更突出 而丹麦布里欧的甜面包则大展内馅工艺 使用自制的酸甜水果馅 搭配发酵奶油的清新奶香 天然发酵奶油它多了一个发酵的一个味道 有一点像我们的一个优酪乳的一个味道 所以它的一个奶油的香味它更有层次感 指定的是极光的发酵奶油 对 那我添加到一个极限 就是50% 主要想要让它的奶油的香气 呈现到户口第一口 本届也增加手揉面团项目 为令牛助手以涂手揉至面团 便采用室温发酵 让习惯使用现代烘焙设备的新世代师部门 回归传统记忆 罗冠的张士兵与助手陈炳森 将于2025年代表台湾赴法国 与全球烘焙高手依旧攻下 而烘焙王得奖作品也预计将在2024年底上市 消费者将有机会一尝台湾No.1面包的独特美味 记者许圈 林嘉宏 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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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